受到强烈第七案影响 日本东京周一降下大雪 日本气象厅更罕见对东京二三区发布大雪警报 呼吁民众下班后尽早回家 最新传出的照片显示 位于市区中心的明治神工棒球场已有积雪 因为担心大雪妨碍下班交通 许多公司行号已经提早下班 东京都霸王子市积雪已大十公分 东京知名景点浅草寺也被大雪覆盖 上次气象厅对东京发布大雪警报是在2014年2月 当年东京市中心的积雪达27公分 造成严重交通阻塞 气象厅预计周一晚间大雪逐渐增强 雨天机场和成田机场航班大乱 超过140个航班被取消 受到影响旅客预计超过1.5万人 铁路运输也大受影响 JR东日本宣布 来往东京 山里县 长野县 骑域县 千叶县 栗木县 及金刚县 多班特及列车班次 在中午已经取消 国际中心 纵外电报导 人计划